國外的一個精神 處理假消息 處理資訊戰 這種境外介入 或者資訊操縱的一個 很核心的原則就是 透過揭露 我們用透過適當的揭露 讓資訊的讀者 知道說資訊來自哪裡 這個大部分也跟假新聞 不一定有很大的關係 它都是敘事攻擊 那敘事攻擊的意思就是說 它給一些偏頗的訊息 讓你產生說 就像7月的時候 就我最常舉的例子 就是整個7月 整個彰化開始 一直都在傳 美國現在都要打帳篷 才可以有辦法睡覺 就是美國經濟很慘 但說真的 你也一定找得到 美國有人打帳篷睡覺 這其實不是很困難 因為美國貧富上去大 所以你真的可以找得到 所以你也很難說 它是假新聞 但如果你一個月 一直都在收這種新聞的時候 你真的就會覺得 美國現在好像還滿糟糕的 所以這個7月一完之後 就像假設8月 今天這個蔡政府 他可能跟美國靠得比較近 然後可能簽了什麼東西 那這個時候 一個月都在看剛剛那個新聞的人 第一個反應就很明顯了 他會覺得說 我們現在怎麼靠美國那麼近 美國現在很慘 我們應該跟中國近一點才對啊 所以這個時候 上面根本就不用丟假新聞 它就可以造成地面的這些片汙 那這種地面的片汙 是共產黨非常擅長的 是因為第一個 它本來就既有滲透一堆群組 不管是宮廟的 不管是台鄉的 不管是學校教授 一定要把我們的個資收集得非常完全才可以 那到底收集得多完全 第一個就要看他們的手段 第二個就是要看台灣的內賊有多少 台灣的內賊越多就越可以幫他 所以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7-11 如果跟中共合作的話 那我們一定會完蛋 但如果今天中國有辦法 跟這些公司合作的話 如果開始做臉部辨識 開始做身形辨識 開始做年齡辨識 那該怎麼辦 這就是我們會擔心的事情 這個沒有發生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不要去砸7-11 對 攻擊是最好的防守 等一下 所以 像我可能就是比較偏防守型 但是 在移農就是攻擊型 大家知道 看坐姿可以知道是攻擊還是防守 大家知道 等一下 剛剛是在講攻跟瘦的事情 不是 大家都知道中國攻擊的手法 千千百百種 但是 中國在攻擊這件事情 通常一定需要一些平台 或者需要一些節點 所以他可能是透過YouTube攻擊 透過Podcast攻擊 透過這個去年 就是地下電台的攻擊 其實是蠻劇烈的 那 當然地下電台就變成是一個代理者 或是他今天是透過宮廟系統做攻擊 所以他會有很多中間的節點 他不會 親自就是來這邊 然後設了一個新聞網站 然後就直接給你散播假消息 雖然差一點 如果雙子星大廈到時候過的話 其實 雲海很明顯 他就是可以做內容農場 所以就是 他直接在那邊設 然後就直接到台灣 就直接做內容農場 所謂的代理人就是 你必須要能夠揭露 告訴大家說 你是受中國的指示在做事 或者你是拿了中國的錢在做事 所以假設 假設 我沒有說這是真實案件 就是假設有一個電視台 他就是 跟中國有指揮監督的關係 或者他跟中國有金錢來往的關係 那他的節目就應該在一開始 就像日劇一開始一樣 就是 Sponsored by誰 所以就說 這本節目由共產黨贊助播出 這樣就好啦 那但是他可不可以播出 還是可以 他要播什麼內容 那是他的自由 他要講什麼 那是他的自由 但是你拿了誰的錢 你好歹要講出來 所以我那時候最常舉的案例 就是我一直都覺得 有些教授 我就覺得他是在幫中國做事 那你教授在上課的時候 你真的就應該要立一個 就像你快打旋風那個風鈴火山 這樣你就這邊寫 中國代理人這樣子 很坦白跟大家講 我沒有辦法 我不知道民進黨黨團 在立法院黨團他的考量 OK 這個是事實 我相信他是做一個 他覺得最好的評估 最好的判斷 那針對 是不是針對這個法案 還是針對年底選舉 還是針對他覺得現在社會氛圍 是不是準備好 可以支持這樣的一個法案 這個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只能針對法案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看法 就是說這個精神絕對 我絕對認同 這也是國際的一個 一個一個趨勢或一個做法 就是說我們要求 受國外指揮 或者跟外國政府有協調的人 他需要揭露 他需要說我今天是 某個國代理人選 我對這些議題要想辦法 去推動一些討論 就是說我們國安體系的改革 當然最近我們也看了返校 那大家對國安體系 對國安體系有一些刻板的印象 那事實上國安體系的 許多大部分的同仁們 其實都是很努力的 那他們碰到一個問題是 他們也有一個歷史的包袱 他們的單位 他們的局處 以前是做不同的工作 以前的工作是對內 那現在在一個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為什麼需要國安體系 為什麼需要軍隊 因為是要對外嘛 所以他這個任務的轉型 他需要社會大眾 他需要國會幫忙他推動 國安體系的需要有足夠的公信力 他講出來的話才會被兩黨的所有國內的政黨接受 我們記得幾個月前 國安局副局長到立法院去備詢的時候 他有講到說台灣有一些同路媒體 他用這幾個字 那當然在場的國民黨立委 國民黨委員也就有問他說 你是不是在帶風向 我也是在帶風向 那這個東西就是很糟糕的 就是國安局的副首長 講出來的話會被政黨質疑 那這個東西是我們要改變的 我們怎麼去改變 就又回到說 我們怎麼去 每一個局 每一個單位 每一個國安體系 怎麼去面對他過去做過的事 那這個當然也很麻煩 你怎麼去面對你過去的 過去做的事 然後你怎麼轉型跟社會說 我現在不一樣